今天来到海边 带着我奶奶家的大楼勺 又来这片沙滩 淘金了 这片沙滩的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看看这边 能出来什么东西 我猜应该是蛤蜊 这边蛤蜊不少的 看我这动作 像不像是一个电影勺的厨师 好像是有点效果 这还是能淘的东西了 咱们看一下这都是什么 这应该是海瓜子 就那种小小的贝壳 哇 有的 算是数量不是那么可观 这个就是 特别小小的 用这个多淘两下的话 就能炒一大盘了 昨天起的风特别大 像这种蛤蜊 全部被风给吹上来了 天呐 好多好多 这还有 这边 看着前面 一大片 白花花的 这就是沙滩上面的 宝藏 咱们趁着这个潮水 多捡一些 吃不完的话 还可以到集市上卖掉 这么大个的果包 看到没有 这毛眼龙应该不小 挖一下看看 在哪里啊 去哪儿了 这 就这儿 这么小 不是吧 你也想 这 这脚架我有点 让人失望了 我还以为特别特别大 算了 勉勉强强 大游家 这个小坑也是一个村王 刚跺脚把他给震出来了 去哪儿了 在这儿 看到了 我藏得这么深 在这个位置 我感觉有点不妙 这个沙子会塌 果然 这边的沙子 潮水还没有完全退下去 所以说这个沙子 特别特别松散 这一挖一下子 沙子就会陷下去了 这太难了 看看 好像是把它捏碎了 但是没办法 它老是往下跑 出来了 哇 真的费体力 袖子都湿了 看这沉王的屁股 这沉王太肥了 挖这个恐龙蛋 也挺费时间的 这里边全部都是肉 这个也能吃水 看到没有 其实这个也就是 小型的香麻棒 跟香麻棒一个品种呢 回家得给它好好洗一下 这前面 好像又搁浅了个 什么东西啊 哇 是条沫鱼 这沫鱼不知道 搁浅了多久了 我也不敢闻了 我怕我又吐了 这个咱们要把这个沫鱼骨给取出来 从这边划一刀 给它扒出来 看到白色了没有 这沫鱼骨就在上面 哇 挺费力气的 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被沫鱼骨给划到了 这碗也挺锋利的 出来了 白花花的 还挺好看 这个沫鱼 也不知道待在海里边多久了 都有点泛白了 嘿 这个扔到大海里边 不管它 咱们把这个给带走 回家